大家好,我是于小安医师,我是肝胆肠胃科的 大家要记得上医医味病防御甚至治疗 所以你们要去找你们家庭医生检查一下有没有B型肝炎 首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 核心抗体跟表面抗体 如果全是阴性的话呢 要去打三针的B型肝炎的疫苗 那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有长期性的胃的不舒服的话呢 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旋感菌 如果是有真的有这种细菌的话呢 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 因为90%的胃癌都是跟这种细菌有关系的 那另外呢,最近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建议呢 本来做大肠癌筛检的门槛从50岁已经降到45岁 所以过了45岁的朋友应该做一个大肠癌的筛检 最准确的方法是做个大肠癌 因为大肠癌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大肠里头有没有吸肉 如果发现有吸肉的话 我们会把吸肉摘除下来 如果能够把吸肉摘除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免于大肠癌 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减少胃酸倒流的 因为长期的胃酸倒流可以引起食道细胞的变化 慢慢会变成食道癌 在平日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生活的习惯可以减少胃酸倒流 比方说控制自己的体重 穿松一点的衣服 所以以前三个小时不要吃东西 不要喝有咖啡因的饮料 包括咖啡跟茶 不要喝酒 不要吸烟 不要吃巧克力 不喝油腻的东西 辣东西跟酸性的柑橘类的水果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呢 要赶紧的去求医 因为呢 如果你迟迟的不去看医生的话呢 会把自己的病情给耽搁了 谢谢大家